hello大家好 我是瑶竹 我在新西蘭 今天是周末 天氣特別的好 給大家看一下後面 然後我今天正好是要去貨站領東西 這個東西是我從國內發過來的 因為在封城的階段 完全都不讓領東西 所以就每周都有到的 從國內買的東西 結果就累積了好多 需要用小車拉兩套 我給大家看看多少東西 好多好多好多 這只是一波 現在呢我又領了第二波的東西 車後放的滿滿的 其實特別多 放了好多後備箱裡面全部都是 然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前兩天聽說的特別有意思的事情 新西蘭呢現在是 我們之前不是四級 然後等於就是最高級別的封鎖 它最高 應該是像我們遇到的最高級別的封鎖 然後就不讓出家門嘛 那就是只能留彎不能上班 然後包括麥當勞肯德基都不開 然後前兩天呢 我不是跟大家連續說了兩次一次呢 我是說大家有多愛吃麥當勞 第一個呢就是說 有一些人他們去外省北貴都要去買麥當勞 還有一些人呢從外省 其他的城市吧 往奧克蘭就是帶回來的時候 他們有特殊工作的那個證兒 回來的時候呢他們就代購了那個麥當勞肯德基回來 然後可以去可能是加一點錢去賣 都能賣的出去 然後呢還有一個就是說一個犯罪分子嘛 然後他回來的時候給他的兄弟們帶了一車的肯德基 然後呢後來呢就說這個麥當勞肯德基啊正受歡迎 現在呢我們就到了三級了 那三級是一個什麼情況呢 三級的情況呢是這樣 就是它呢是可以麥當勞肯德基開了 但是你不能堂食 就是可以開車在這個那天我給大家錄的 可以在德萊塑去取 但是那個車隊啊真的很長 因為他們本身也挺慢的 就是他可能一個人一個人配餐 然後再加上有一些流程上面 會是更加的保證大家的安全嘛 流程上面就比較慢比較繁琐 然後然後就有人提出說 哎那現在不正在鼓勵大家打疫苗嘛 然後很多人可能沒有去疫苗站 比如說他們不方便啊離得遠啊 懶不去啊等等 就新來人就懶到這樣 然後就有人提出來說 哎不如我們給他們 就是在麥當勞肯德基那裡 直接開一個疫苗點吧 就說這疫苗點怎麼開呢 哦這樣吧 就是直接是他們排隊的時候 就可以打疫苗 也就是說在我腦補了一下 然後我腦補了一下 哦那就是說我排隊 吃肯德基麥當勞的時候 如果我願意接受疫苗的話 就一個人騰騰過來 給我打開始打疫苗了 我覺得這個挺有意思的 像是個笑話 但是別這麼別說是笑話 人家說我覺得這個方法真的很不錯 現在已經開始去討論了 是不是要這麼做 另外呢還有這麼一花招 就是說你現在如果想去打疫苗 然後我覺得可以選擇去機場那 如果你不懶得去的話 因為機場那現在有一個人舉了個牌 你去打完疫苗之後 你可以掃一下它那個碼 掃完碼之後就抽獎 抽什麼呢 抽iPad 這疫苗反正打也是打了 能有一個機會抽獎 我覺得也不錯 反正新西蘭的抽獎 大部分還挺真的我覺得 所以呢我們如果願意去打疫苗的話 也可以去機場試試 然後看看能不能抽到一個iPad 疫苗也打了 iPad拿回家了 聽起來還挺值得 好吧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了 待會兒